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78回 黑袍青年听到了大汉的贺文之声 虽然说没有动怒,反而十分认真地回答道 将整体生灵全部屠戮掉,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若是,此界其他大成都是你们三个这样的水准 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钱都杀掉,也不是多难的事情 这个回答,虽然让魁梧的大汉脸色异常的难看 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另外一名始终都没有说话的大成 一个浑身遍布蛇纹,两眼瞳孔细长的老者 突然就地一滚,一下子就化为了一头背身四处的碧绿巨蛇 只见此巨蛇,四处使劲了一身,就化为了一道绿丝鸡舌而走 它只不过是一个闪动,就顺意般地出现在了千余让外 眼看再一个闪动,就要就此逃之夭夭 依蠢,在我万灵世袭危能笼罩之下 又怎么可能让一名七七大成真的跑掉 阵 黑袍青年,扫了一眼飞蛇逃走的方向 口中当即一个阵子出口 刹那之间,碧绿飞蛇上空,突然血光一现 一颗小山一般大小的洗印虚影轰隆一现而出 并看似循缓地一落而下 下方四尺飞蛇在巨大的洗印虚影刚一现出的瞬间 却不知道为什么,身躯一颤,就此待在原地不动一下 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巨大洗印虚影一声轰鸣压在了声躯上 飞蛇在洗印微能极深的瞬间当即一声凄厉的惨叫 飞蛇身躯连同里面老者原鹰一下子化为了点点灵光 溃散而灭 洗印上一抹血光一抹而下之后 这些灵光呢,全都被凭空射入到了洗印的虚影中 原本有些模糊的洗印在体表血红光辖闪动过后 竟渐渐地清晰凝实了几分 在下一个,闻鸣之声一响 洗印虚影就此一闪,没入虚空不见 目睹和自己修为差不多的同伴 几乎转瞬之间就被杀了 飞蛇大汉纵然说经历了无数风雨 心性更是一向鲜艺无比 也不禁流露出了一丝绝望之色 对方实力原本就深不可测 现在自己修为呢 又被硬生生地压制了如此之多 更是丝毫的盛气都没有 当纵然说如此吧 他自然也绝对没有束手待毙的道理 只能是亡命一搏 人瞅着黑袍青年的目光 还没有从远处收回的瞬间 他忽然一声剧哗 背后轻光一闪 忽然一个龙手骂身的巨大法相现身而出 此法相在刚一现身的同时 龙手大口一张 雷鸣之声大起 无数颗青色雷球从口中狂有而出 同一时间 大汉双袖一抖 十几件各式各样的宝物也从袖中一飞而出 刚一飞出的瞬间 同时暴力而开 一时之间 十几颗骄阳一般的巨大的光球 直奔黑袍青年气势汹汹的一滚而去 仿佛微不可挡啊 而大汉自身呢 却是身躯一扭 肉身尽量化为了血雾 使暴力而开 直接现出了里面深藏的大成猿鹰 此猿鹰只是深吸了一口气 此周血雾就刹那之间 一律不胜的被它吸入到了体内了 解光再一闪之后 大汉猿鹰就一下子透明一般的消散在空气中 面对密密麻麻的雷球 和实际团一宝自爆 所化的恐怖的骄阳 黑袍青年阴沉的一笑过后 竟丝毫躲闪之意都没有 反而倒背身后的一只手掌 徐徐地往前一掏而出 喉咙咙一阵巨响啊 青年身去日前十丈处外 一层闪动着七色光芒的巨大的金面 凭空闪现而出 雷球骄阳在呼啸声当中 砸在了上面顿时 无数轻呼弹射缭绕 十几团骄阳爆裂而开 化为了巨大力量的冲天而起 方佛啊 要将一切全都撕裂吞噬一般 在如此恐怖威能下 西侧金碧呢 除了微微一闪过后 就视若无睹的全都接了下来 根本未能波及到后面黑袍青年分毫 反而就在这个时候 整个天空是骤人一暗 一只近似透明的流利巨手 竟然一下子撕裂虚空浮现而出 此晴天巨手通体是光滑晶莹 表面无数金色符纹流转不定 五指一分一抓而下过后 整个天空都围之一颤 被一股难言的力量笼罩其下 哼一声 在数千丈外的某处波动一起 大汉原鹰一个亮相 从西空中闪现而出 原本已经逃到如此远地方的此原因 在刚才啊 一股突然出现的强大力量的作用之下 竟被打断了瞬移的应声声 从西空中推列出来 刚一现出身形的原鹰 满脸惊怒交加之色 还未来得及想再次知法 进入虚空的时候 半空中 大手就一个模糊过后 诡异的到了原鹰头顶处 一根晴天巨珠一般的手指 只是轻轻那么一点 出了一声 原鹰啊 连哼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发出 就直接暴力而亡了 竟连着一指之力 都没有办法承受分毫 巨手将原鹰所画点点灵光 直接一吸而入 就迎风一晃 松鼻声消失不见 黑袍青年 干手再一挥 身前精闭 凭空碎裂 溃散而灭 可奇怪的是 他并没有就此驾驭身下血和离开 反而一转身 从另一个方向看了两眼 淡淡地说了一句 这场戏 看了这么长的时间 我说你们两个 是不是也该出来了呀 可那个方向 静悄悄一片 丝毫异常都没有出现 哼 敬酒不吃 吃罚酒 黑袍青年见此情形啊 双眉 木人之间 倒数而起 他一根手指 随之 看似随的 一点而去 那边天空中 红光一现 一道赤红电弧一踢而下 电光闪动之间啊 附近的虚空 一阵波动荡漾 你早知道我们在这里 一个吃惊的声音 顿时从看似空荡荡的虚空中 传了出来 接着那里呢 晶莹的航光一闪 一男一女一天一后 现身而出 两个人 都是一身白衣 但其中 男的脸旁两侧 都明映着金银色的灵纹 容颜呢 就有几分酷色寒厉 女的则貌美冷艳 肌肤雪白晶莹 给人一种奇冷无比的感觉 这两个人啊 竟然正是六亿双弓所化的 白袍男子 和被其胁迫同行的冰凤 他们原本应该远在雷霆大陆之上 却不知道为什么 也来到了雪天 哼哼哼哼 听这点隐匿的神通 还想瞒过我的耳目 你们也太小瞧我了吧 倒是你们两个有些意思 竟然都是拥有 冰属性真灵变异血脉的灵物 就算在了仙界 也算是少见了 也好 我今日心情不错 可以免你们意思 从今日起 你二人就跟在我身边 做我的灵奴吧 我此次下界 身边正好缺少两个袍腿的 黑袍青年打亮了两个人一眼 目中略微闪过了一丝诧异之色 但是口中却淡淡的一声吩咐 仙界 灵奴 你是上界真仙 这不可能 从上古时候 所有界面就和真仙界失去了联系 怎么可能还有真仙 直接能够下界来呢 六一声公所化青年 纵然心思极为阴沉 一听对方之言 也不禁骇然的诗声说出 冰奴听了这话 也是欲容大便 满脸是惊疑不定的表情 哼 所有界面 真正失去联系的 只不过是你们这一片 小小的借情而已 至于真仙界 也并非不能重新沟通 你们所在的借情 只是啊 花费代价太大 那些家伙呢 根本不愿意做这种 得不偿失的事情而已 黑袍青年一声冷笑 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 六一双公听了这些话 心中是暗自吃惊啊 再加上 先前见过对方 轻易的击杀了 三名大成的惊人神通 倒是有大半相信 对方的真仙身份了 不过 要让他再次 当对方类似灵兽的灵宠 哪怕是对方来头再大 也绝对是一百二十个 不会答应 我给你们实习的考虑时间 不答应的话 呵呵呵 眼见六一双公 面色殷勤不定 黑袍青年 且黑黑一笑 说出了威胁之意 不用实习 我现在 就可以给你一个回答 当你的灵弩 别白着做梦了 哪怕你现在跪下来 给我磕三个想头 也根本不会有一丝可能性 六一双公所化的青年 文言六一全因过后 脸上忽然流露出了一丝 讥讽的表情 你说什么 你竟然敢对我说出这样的话 黑袍青年 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东西 脸上了 瞬间是轻气遍布 同时 一股直冲天地的煞气 从身躯当中爆发而出 向四面八方 一卷而开 福建虚空在这股煞气一卷过后 纷纷的扭曲模糊了 更有丝丝的白痕 凭空涌现而出 似乎这一方空剑都要直接撕碎了一般呢 六一双公剑子呢 却二话不说的手臂一动 竟一拳重重地击在了自己的胸口上 当即一团蓝色的精血 连同一颗金银的圆珠一喷而出 此圆珠刚一飞出立刻光辖一卷 竟然化为了一对金银的羽翅 一闪过后 就立刻浮在了他的背上 而与此同时呢 就丝双公削子一抖 一把将旁边的冰凤卷入其中 就一滚 立刻就幻化出了 血白双公的原形出来 只是他背上 不光是三对赤翼了 还凭空多出了 原先圆珠所化的 第四对金银赤翼 血白武功八次一动 就松的一声化为力道白线 从原地势击射而出 再闪过后就在西空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吱吱的破空之声 从极一晚处隐隐隐隐隐的传了过来 如此惊人的顿术 即使说黑袍青年 也不仅是瞳孔一缩 但马上恢复如常 还是愚蠢 真以为凭借这种顿术 就能从我的手中逃脱掉吗 还刚落 黑袍青年足下是聚合道卷 猛人往身上狂有而来 竟然几个呼吸间的功夫 一滴不胜 全没入体内 刹那这些一股几乎比先前 还要强大数倍的气息 一下子就在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黑袍青年小子一抖啊 就要催动某种秘书追下去啊 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扑了一声传来 青年四周忽然无数紫金符纹 平空险下而出 滴溜溜一转 就幻化为了一条金灿灿的服索 猛人往他的身上一扑而去 黑袍青年呢 脸色一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却站在了原地 不躲不闪 一声晴空霹雳 他身上的一层紫金之光缭绕 身躯一颤之后 原本放出来的恐怖气息 竟然一下子就此消散一空 同时呢 黑袍青年脸色再一拍 张口喷出了一团淡银色的金屑出来 提表紫金之光 这才一个模糊 溃散消失 然后他才抬起脸 旁朝六语双空逃走的方向 深深地看了一眼 淡淡不语了几句 虽然说 只是一个小界面 但整界之力压制 果然还不是我可以对抗的 不过即使只动用两三成法力和小半神通 区区两个下界灵物 想从我的手中逃掉 那也是休想 反正血迹一次要相隔数月之久 趁此时间就和你们两个好好地玩上一把吧 只希望这两个玩物逃命的本事不错 让我的心情多舒畅一段时 黑袍青年说到最后 声音陡然一冷 接着道修一抖 足下浮显出了一朵七色祥云 深度一拖破空跟了下去 他的顿速倒不算太快 似乎十分的从容 两天后 一座无名小山的山腹当中 一座临时开辟的粗糙的洞府里 一男一女正面对面的闭目盘膝而坐 不是别人正是化身白袍男子的六翼双弓和冰凤 过了好一会儿六翼才睁开了眼睛 一张口呢 长投了一团白茫茫的寒气出来 对面冰凤感应之下 也神色一动 同样地睁开了美目 打亮了六翼眼之后 才神色有一丝复杂的问道 你可恢复了先前消耗的军援了 先前等顿数 即使一般大成 也不能轻易地施展出来 也亏得你不知道从何处得到那等一宝 竟能化作第四对灵异 否则的话 根本不可能从那个人的手中逃得性命 我这些年深入蛮荒 那也不是白白度过的 也得过几次不小的机遇 想要我再为他人奴 就算是真仙也休想 至于真缘 你不用担心什么 我体内啊 还有刚刚吸纳的素阴兴气 这点亏损 很快的就能弥合如初 不过 要是我能早些找到素阴一族的藏身之地 学得他们沟通星辰之力之法 并成就真身之期 最慌就算是真仙将士 也未必不能有一天之力啊 六亿哼一声 目中寒光一闪 行了吧 这也愿你运气不好 谁想到从上古时候 一直在雷霆大陆 栖息的素阴一族 会突然一响天开的 整族迁移到了谢天这边来啊 要不是你费尽了心机 一直追踪至此 现在啊 恐怕还没有办法如愿以偿 不过要以此为依仗 去对抗一名真仙 我看还是有些白日做梦吧 冰凤的脸色阴晴不定 这才冷声说道 若是全盛时期的真仙 那自然是一丝希望都没有啊 但是凭借真仙之期直接降临的话 受界面之力压制 他一身的实力才能发挥十之三四 就算不错了 顶多呢 也就和一名厉害一些的真灵差不多 我为什么应付不了啊 只要再给我数百年的时间 到了那个时候我就 不好 他竟然又追得上来了 遇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天传》 第1579维 《还人修天传》